C13洞運輸機是空軍任務最多最複雜的機種 就連遠在太平島的傷病萬後送 也都只有它可以完成 太平島演練海難救援 傷患被送至太平島上的南沙醫院進行治療 不過南沙醫院容量有限 重症患者要後送台灣的醫學中心 只有一個選項 那就是空軍的C13洞運輸機 在一些離島機場像南竿或是東沙 還有太平島的部分 還有跑道長度限制的情況下的話 腰山都是唯一目前國內機型可以去落地 就是做有效的仇宅運輸的機型 不過太平島離台灣超過一千五百公里 平時每月也僅有一班運輸班機 班次少 跑道又僅有一班機場的一半不到 飛行員對機場的熟悉 尤其是在短場起降的操作 就很仰賴模擬機的協助 太平島來講 它不是一個標準的機場 所以其實去的話 到場跟離場的壓力都還蠻大的 它基本上它受限在周遭的區域跟震驚情是我們先不講 它機場本身就是比較短 那比較短的情況對我們的起落造成 第一個影響是 第一個你落地 它周圍沒有任何屏障 它就是海 所以就變成說落地你會有一定的心理壓力 它不像正常我們的機場可能有大概八千、一萬尺 落地之後第一個就是減速的操作 所謂的短場落地 有些人會覺得說 這個落地落得不好太重 那其實不全然能這樣看 因為如果跑到長路短 它正常飛機落下去要停的話 第一個它的向前的分量一定要比正常少 我們會比較好操作 那向前的分量少 向下的分量就要大 向下的分量就要大 就是按照地區裡面的觀念的話 就是落地一定會比較重 太平島機場不只考驗飛行員的短場落地 由於一般飛機的起飛距離比落地距離要長 因此413洞就必須要使用 類似彈射起步的戰術起飛 緊急程序的應變更是一練再練 其實真正大家比較忽略是起飛 落地 它機場長度短 落地操作不容易 危險性高 起飛危險性更高 我們必須模擬很多起飛過程中 遭遇發動機失效或是相關外力因素 準備一下到那部份安全 這個誇張點 盡可能利用每一吋跑到 多一吋 我們飛機加速性能 它可能多跑個半一里兩里 對我們來講都是一種保障 OK 酷 拍攝影響公圈 我拍了 任何你 執行太平島的上患後送 除了飛行組員 還有賴醫療組員的先前準備 先走到這個人員後送 第一個我們要先了解 上患狀況 我們會先跟我們的這個 後送分隊 就是我們的醫中 這邊保持聯繫 我們起飛前還是要協調 相關地面的醫療網 救護車相關的醫院 讓他們知曉這個情況 然後協助我們落地之後 做最有效的傷患後送的動作 不過C13動運輸機 不是專門的醫療專機 在傷患後送前 得先經過一番坐艙改造 這些患者就是可以分為單架 跟非單架 當我們接收到命令 我們會事先進行坐艙改造 我們會依照病人人數設計 我們要使用的區域跟單架的數量 那我們在戰時 全機最大裝載的單架量就是74貨 平時的話就是看接貨病人的數量 我們會去準備 醫療器材的話 我們如果就是像頸皮起飛這種 對病情穩定度比較低的病患的話 我們就會準備像是有呼吸器啊 生理監視器 然後還有Pump這些 這些還有那個AD 都是我們準備的範圍 因為其實在醫院的話 不會面臨高空的物理環境 因為飛機在高空中啊 它其實是會有缺氧的問題 跟高空類似像是氣體膨脹 比如說病人腹部有氣體的話 它可能會在高空中膨脹 所以造成它不適 那還有在飛行期間啊 因為飛機會有一個震動 跟噪音的情形 那這樣我們病人的話 我們就是要特別注意到 它的舒適度 醫療專機就如同家戶救護車 能將重症患者送往醫學中心 做更妥適的治療 但人在空中變數更大 如何維持病患的穩定 就是空軍醫療中隊 每次後送任務最大的挑戰 在飛機上不可能做 例如說做開刀啊 或是做一些緊急的器械 這其實在我們這個病人上面 是比較有一些病發症的可能性 因為你在醫療環境的設備 沒那麼好的情況之下 其實你做這些積極的處置 有可能會造成病人的傷害 如果生命症狀不穩定的病人 其實不太建議轉送 可是這是礙於這個離島醫療 沒有那麼一些 專科醫師的一些處置 所以說我們就是必然的 一定要轉送回台灣的 醫學中心才有可能 所以這段中段的時間 就是我們最重要 要維持病人生命的一個目的 教導人生命的妻 是不安的 修行的 是不安的 我們在登康 積極的 所以我們是如何 在說謀 保險 修行的 修行的 勢